大家好,我是Sandy 今天的时间比较晚了 之所以这么晚才录制这个课程 是因为刚刚跟有一个网友在讨论一点问题 那个网友呢,他是在达内学习 刚刚毕业了,然后他就问我说 Sandy老师,我现在已经找工作找了一个月了 都还没找到工作,怎么办呢 然后他说我刚刚参加了这个培训机构 那我说你们班的情况怎么样呢 他说我们班都找了一个多月了 目前只有四个人找到工作 而且感觉其他老师好像都不大管我们了 后来我就说那你看过我的 之前我做的今年下半年行业的一个预测没有 就是确实Android这块可能不怎么样出手了 对不对 那么其实不光应用是如此 我们的底层也是一样的 那么他就说我确实是看了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形势这么严峻 然后他就说Sandy老师怎么办呢 我说确实也帮不上太大的忙 那只能建议你再找一找 因为你现在已经这个情况了 当然就让达内多推荐一下 而且找工作本来也有运气的成分 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到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时代 我们越来越需要去加强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功 那么这个内功就来自于你自己对你自己执意的一个规划 以及你自己在学习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坚持 那么不仅仅说学一个皮毛 而是要慢慢的去搞明白到底为什么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讲解的这个GCC一样 那么GCC的编译网上大家可能也去看过一些文章 但是很多朋友就就给我来信说 Sandy我自己去试了一下 怎么我老编译不通过呢 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文章一大潮 就像中国的文人一样 实际上不太爱动脑筋 我不希望我们说中国的程序员也不大爱去动脑筋 然后一篇文章写了 到处都在流传这篇文章 结果你会发现这篇文章本身还是错误的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也反映了这种创新意识不够吧 或者说这种独立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性的不足 那么所以我觉得更加觉得 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有的内容 我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很多内容在市面上就找不到其他相关的一些资料 完全是通过经验 还有包括我自己也要花一些时间去研究 那么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思路 大家将来遇到问题 自己也会这样去研究 好那话不多说 言归正传 上次我们也研究了GCC的这种开发环境 以及GCC的这样一个使用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编译GCC 并且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它这个圆满分析 那GCC的圆满分析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工程 包括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要深入编译原理 那么其实我们值得用GCC去好好地去研究一下 那么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学习编译原理的一个案例 在这堂课上面由于时间所限 我不会花太多的精力 我们重点是在研究GCC的这样一个编译 怎么编出我们自己的GCC 那么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思路 那么我们再去编一个GCC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想到 我们以前编程序是怎么做的 还记得吗 你想象一下 以前我们编程序第一步是不是config 运行一下点configuration 这样一个 然后进行一个配置 配置完了过后我们就可以make 当然这个make的话 你也可以在make之前做一个make clean 做一个清理 第三步我们可能会用一个make check或者什么的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个make install进行安装 这就是我们以前的这样一个编译和安装配置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GCC作为一个Linux下面这样一个程序 它肯定也是遵循这样一个过程的 但是由于这个编译器程序它是比较复杂的 那它会不会有比较复杂的做法呢 事实上我们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去编的时候都会出现 刚开始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当然要依赖于官网 对不对 好 我们既然GCC是GNU 同样是GNU的 我们就上GNU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GCC 软件集合 找一下软件包 查找一下GCC 你看我们越来越发现GNU这个组织啊 对我们Linux领域的贡献有多么大了 我们常用的很多的软件和工具居然都是来自于它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Linux准确的应该叫GNU Linux 因为它下面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基于GNU的 好 我们进到GCC的官网 那么GCC目前比较新的版本是4.7.1 那我们就把它给下下来 把这个原码给下下来 那么这个下原码很简单了 这个下原码比较简单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在这里 这里有专门的download download的这样一些地方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 那么在如何去安装我们的GCC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去学习一下呢 那么怎么去学习呢 当然在Documentation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文档里面 它就有一个安装GCC 它就会看到 OK我们先来看一下GCC的约束 GCC有哪些约束的一些 约束的一些条件 有哪些约束的条件 需要用到哪些工具 然后约束之后 就是开始让我们去下载这样一个原码 而且下原码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 实际上GCC是依赖于我们的binutils 这个我们在分析原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还记得我们当时还用过链接 链接工具实际上是脱离于GCC的 GCC按本来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单纯的编译器 当然后来扩展了 那么只编译到哪一层呢 只编译到汇编文件这一层 那么后面的又汇编到机器码 以及链接 以及静态链接库的生成 还记得我们之前用静态链接库 MAR什么的 还有进行链接的这一过程 LD 那么这些都是放在另外一个工具 叫binutils 叫binutils里面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用的时候 是都可以一起来用了 一起来用 它已经有这样一个包含关系了 那么同时他还说了 GCC需要这样的几个libraries 这样几个类裤 包括了我们的GMP MPFR和MPC 这样的一些类裤 那么这些类裤 那么我们同样也需要把它给下下来 我们随便看一下吧 GMPMPFR 到底是干嘛用的 搜一下GMP 这肯定也是个nude GMP是一个多精度的 这样一个数学运算类裤 还有MPFR MPFR 是一个多精度的浮点 浮点这样的一个类裤 你看 好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简单一看 原来还要 还要需要这些类裤 然后下面还有configuration 在设置的时候的一些方式 设置的时候一些方式 还有build的时候 如何去build 如何去build 那么这些帮助都在这里 好 那么下面我们当然就先把它的这个原码下下来 这个原码我已经下下来了 并且已经放在我们的linux里面 那么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就要考虑啊 我们就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基于在官网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我们GCC应该是先去下原码 对不对 先去下原码 那么所以从step来说的话 step 下原码 包括哪些原码呢 包括GCC的 包括 GMP的 包括MPFS FR的 是叫MPFR吧 我也不会去死精被啊 对MPFR的 还有MPC的 这些词大家可以看都看得出来 M肯定是数学运算啊这一类的意思啊 F肯定就是float啊 浮点啊 好 那么要下载这样的几个 类裤或者原代码 那么我们现在来打开它 我已经把下载下来 并且放到我们的linux里面 启动ubuntu 那么下载下来过后是不是我们应该养成的习惯是先编译啊 先编译 编译的过程呢 就是先配置 然后再make 对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 由于GCC要依赖于他们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编译这些类裤 对不对 这个很容易来理解 那么有的人说我偏不信这个鞋 那我们就直接来编一下GCC 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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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一下 OK 我已经给它下下来了 这个下载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都会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下了一堆的东西 下了一堆东西 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压缩包 对不对 我们先来解压一下 解压一下GCC 这个是BZip的 所以是应用我们的XVJF 我们解压一下GCC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要 用到这样一些依赖了 实际上将来的话 我们在在做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肯定考虑去写一些可维护的这样一些脚本 不用一个一个的这样编起来麻烦 GCC的解压 GCC的解压稍微时间长一点 因为有点大 好像这个包有80兆 80兆左右 另外的话 大家如果不方便下的话 我把这些包都已经全部都给它上传到 我会把我们项目中这些原码包都会上传到我们的Google Code上面 它可以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些我就没有直接放在我们的SUN里面 大家可以直接在download下面去下载 有没有 在download上面我已经上传了 GCC那个包还没上传 可能太大了 我晚一点上传吧 其他的包我都已经上传了 暂停一会儿 OK解压完成 那么由于现在CPU的消耗比较高 我的Mac的风扇已经启动起来了 就可能会有一点噪音 大家不要太介意 OK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解压出了一个GCC4.7这样一个目录 那我们进去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进行一个配置 按照一个常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啊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错误提示 它告诉我们 在编译的时候 必须要用到GMP啊 MPFR和MPC这样的一些类库 而且必须要是哪个版本之上的 对吧 这个是GMP是需要4.2 这个版本之上的 MPFR是2.3.1之上的 MPC是0.8.0之上的 如果你要用它的话 用它们的话 你还需要去指通过这些参数 with GMP去指定它的一个路径啊 指定它们的locations 指定它们的locations 那么它同时还告诉你了 去哪里去下载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去这个FTP地址 去这个FTP地址 去下载它们 那么这些类库的下载地址 你看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 刚刚我们不是有GCC的下载地址吗 这些你当然可以一个一个的去下 你或者直接到它这个地址 GCCgnu.org.pub.gcc 我们来看一下啊 org.pub.gcc 然后是infrastructure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是GCC所依赖的不少的工具 就都放在这儿了 包括MPC啊 MPFR啊等等啊 这些我就不再去下了 大家自己去研究 你看其实我们不看帮助 应该说Linux 这个Gnur的这套系统 他们的帮助给我们都挺详细的 对不对 以前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会晕 但慢慢的我们就要像我们之前 学高级课程一样 看Java的异常一样 慢慢的要从这字里行间去研究 它给我们的一些意图啊 好 那么我就已经把他们都下下来了 下下了 我把它们进行解压吧 反正这个时候我们的GCC 这肯定是连Coffice都没过 对不对 所以我就来一个个进行解压 先来解压我们的GMP 按照顺序来解压 Tag我们的这个也是bzip的 所以也是xvgf GMP4.4.3 3.2 当然最新的是5.0.1 我们用4.3.2也一样 bzip2 好 这个解压了 再解压一个 MP4.3.1.1.1.tag.bz2 再解压一个 我们的MPC 但这个它是gz的对不对 gz包的 所以我们这用 zf 好 解压完成 这样子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都解压了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类库 给它进行编译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先来编译 先编P 在编译之前 我要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几个类库 它们的有一些关系 这几个类库我要说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个GMP GMP实际上它是要依赖我们另一个叫M4的这样一个多处理器的这样一个类库 这个也是格怒的一个项目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格怒这个站点来搜M4 这是我们的一个红处理器 的这样一个类库 那么 有的Ubuntu版本它是装了的 有的Ubuntu版本没有装 如果没有装 大家到时候同理根据一样的办法来 把它下下来 先对它进行安装 再装它 就可以了 因为它需要依赖我们的M4 装完它了之后呢 我们再用MPFR 再去编它 编它的时候 它又要依赖我们的GMP 那么同理再往下 就是MPC 它又要依赖前面的这两个 又要依赖前面这两个 那么MPC是一个用于复杂的高精度运算的数学运算库 那这三个其实都是用于高精度运算的一个数学运算库 它们是层层依赖的 最后再编我们GCC 这是它们的一个简单的依赖关系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么在编的过程中 就拿这个GMP来说 它在编的过程中 它需要依赖一个类库 它怎么去指定呢 还有这个MPFR 还有GCC 怎么去指定它们这些依赖类库所在的地址呢 以及它编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onfiguration 我们进入的GMP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onfig 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些方法是比较重要的